有同學問到這個 昨天飲みがいて無酒にお酒を飲まされた 這個 我把它先複製下來再說 我先分享畫面給大家 日本讀本 另外看不到 沒有 我現在還沒有 我現在才在分享 可以 現在可以看到 握著這個 剛剛同學問這個問題 這次很感謝 有同學 很用心的先把所有大家寫的東西 先整理好貼上去 這個部分 很謝謝 這個不用了 我先把它放一大 這樣字體可以看得見嗎 有沒有問題 自己可以 可以 好同學看 剛剛同學問到這個問題 昨天飲みがいて 無酒にお酒を飲まされた 此意被動的 這一種用法 坦白講 這是很特殊的 這是特殊的 用力 這個 一般 比較少這樣用 這個是 什麼時候用的 口語 這是口語的用法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日文的 死意 我們講過 死意被動是 成的變化 被動是 的變化 一般來講 这个是被动 被动日文叫受身 受就是受接受的对象 身就是身体 接受的那一个人 这个就是日文里面的被动 死意日文念成死去 被动念成都是训读 那以日文正常来讲 他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我们之前讲过 日文都是先死意后被动 也就是先死意然后才被动 那照日文正常的变化来讲 死意的变化是这样的 五段动词的变化是 第一变化 等一下 好 死意的变化是 第一变化加 对不对 好 上下段 变化是 变化 直接加 所以它是 不管是 基本上都是 结尾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记的是 你只要记住 代表死意就好了 但是你在记变化的时候 要这样记 我们讲过 上下段动词的变化 都是比五段多一个字 对不对 我当时在教各位 动词变化的时候 我都跟各位讲过 这一种基本概念 你有了这个基本概念 在这边衍生出去的用法 也是一样 好 我们先讲死意 再来 咖变 咖变它基本上是 跟着上下段在跑 所以它是 抠加上 差兵 公白讲 真正跟着 上下段在跑的是 沙变 好 最后的 沙变 这个地方 沙变的变化 是比较特殊的 沙 加上 sell 这边是 sell 而不是 させる 但是因为 是 变成了 沙 这算是 特殊的 所以 真正变化 我们在 学标准变化 五种变化的时候 我跟各位 讲过 上下段 后接字 都比五段 多一个字 多了一个沙 而 我们讲过 咖变 沙变 后接字 跟着 上下段 走 对不对 我们在讲 五段变化 的时候 所以 咖变 还是一样 跟着 上下段 跑 沙变 有了改变 它被 切开了 因为它如果 再加一个 沙变成 两个 沙了 变成 sassassel 就变得 很奇怪 所以就保留了 sassassel 就这样 这个是 死亿的 标准变化 好 接着 我们讲过 日文的变化是 先死亿 后被动 因为讲 瘦身 比较 不好记 所以我 干脆 直接改成 被动 这样就好 先死亿 后被动 所以各位看 不管哪一个动词 先把它变成 死亿 好 我们以刚刚同学 举这个例子 nom nom 本来 五段动词 变成 死亿 应该是什么 怎么变 nom 变成什么 nom seil 对 nom seil 才对 对不对 所以 它应该 变成 seil seil 之后 再变成 被动 我们去看 第一变化 加seil 它是五段 所以用 第一变化 加seil 没有问题 好 seil 是下一段 动词 这边 所有的seil 全部是下一段 对不对 所以 seil 再变下去 的话 就变成 下一段 动词 加 了 的问题 对不对 了 了 的问题 所以 这边 我们一样 把它衍生 出来 第一变化 加 了 就变成 被动 对不对 同样的 上下段 变成 啦 了 了 了 对不对 一个字 我先把这个颜色 去掉 好 同学看 它是第一变化 加seil 变成被动 这个变成 啦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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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也是一样 它跟着上下段跑 所以它也变成 了 了 了 它变成 它变一样 是不是 它也是 了 啦 了 的巨型 最后一个 它变成了 沙加什么 了 了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死意被动的变化 沙变动词 反而跟谁一样 五段动词一样 所以坦白讲 沙变动词是 变化最复杂的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 nomu 变成 nomaseil 在这个地方 本来应该变成什么 nomaseil 啦 对不对 它变成下一段 因为这个地方是 五段 所以用第一变化加 seil 这边是 下一段 所以它应该变成什么 把入聚调加上 啦 所以这边应该是 nomaseil 啦 才对 对不对 seil 变成 加上 啦 的句型 有没有问题 这边 应该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seil 保留 把入聚调 变成 啦 了 正确的 一般文章题 应该是这样 但是它怎么样变成 sareta 非常特殊的用法 这是标准的口语体的用法 在日文的这一种一般的个本不会教的 这真的不会教 我以前也没有学过 所以这个地方特殊的五段的用法 规定 好 这个上下段 我先把它整个换好 让同学了解 这个 你记不记 我都觉得没有关系 不重要 但是 口语的时候 你只要知道 它是这样变就好了 这个最后 它变 那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课本都没教 而且你在文法书里面 也不容易找到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变 在日文里面 口语的 所谓的实意 它有一个特殊的变化 规则 五段动词 要用第一变化 加 诗 上下段动词 去 加上 加上 加是 刹变动词 用 口 加 刹变动词 用 杀 加 是 有没有看到 这边又是特殊的用法 转成诗 这边多一个字是杀 所以你看 刚刚那个是 罗姆 对不对 罗姆是五段 他变成用第一变化 各位看 看他怎么变出来的 罗姆 变成第一变化家师 有没有 第一变化家师 所以变成 罗姆士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母 变成第一变化 妈 加上 师 第一变化加师 再变成 此意 师 等于 师律的概念 所以 所以师变成 是这样跑出来的 这个 很不规则的 不好意思 你现在讲 口语的 死意动词 前面讲的是文章的 是吧 是的 是的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刚刚那个什么 撒瑟 有没有 变成 被动的时候 是先死意 对 那第一变化的时候 为什么 他也是后面也是 C路 C路的话 不是变成 你再往下一点 前面一点 就是第一变化的时候 你不是这个变 雷路 对不对 可是你是用这个 C路去变的 为什么这个是雷路 没有 这边是不是 先第一变化 加雷路 第一变化 加雷路 没有问题 没问题 那这个要改成 被动的 对不对 这个是死意 死意再变成 被动 对不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可是你这个 你这个变成 C路 是 C路就变成 下一段 对 那可是你第一变化的时候 这个地方 第一变化 加C路 然后你后面 这个变成雷路的时候 你不用加 后面是那个 那你为什么 不是用拿雷路 因为所有的都是C路 对啊 全部都变 拿雷路啊 可是你第一变化 武断那边不是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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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的意思 是告诉你说 如果他单纯变被动的时候 是要加雷路的 现在是死意再被动 这个是死意 单纯 就是你现在的意思就是 死意被动就被动 对对对 你还没讲到 就先死意后被动 如果是先死意后被动的话 是第一变化的这边 雷路 前面是要加一个拉 对不对 雷路要加一个拉 因为他前面也是 因为所有的都是C路 这个等于是下一段 没有错 如果是死意被动 绝对都是C路 绝对 没错 你讲的没错 所以你现在是分开的就对了 不是说句子接在一起 对 这个才是接在一起 但是我要先让你知道 他变化不一样 这是被动 这样知道了 这样知道 这是单纯的被动 对不对 前面这是单纯的死意 对不对 C路 SASERU SASERU C路 那这边是单纯的被动 L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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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 我以为是电子 那个锯子的连结 那你现在是分开 就是被动就被动 死意就死意 所以没有结成一个锯子 对 那这边才是结成锯子 结成锯子以后 因为只要是C路结尾 死意型再变成被动的话 全部都会变LELU 因为它变成下一段的 对不对 所以下一段直接加LELU 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口语的用法就是这样 第一变化加S 然后再变成LELU NOMASARELU NOMASARELU 对不起 NOMASARELU 的句型 然后NOMASARELU 再变成过去是 NOMASARELU 就这样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规则的 这个是口语的 惯用法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只能转换成这个样子 再转换成过去是 下一段动词 所以变成过去是 他就这样 把LU 剧掉 转为他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 我们在一般课本 没有教过的东西 因为刚好同学问到 我还是必须要整理出来 让同学们了解 它的规则怎么来的 我把它直接贴在这边 这个一般课本 绝对没有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地方 它转为死意的时候 就变成S 加上什么 上面这个字 SARELU 就这样 它不是 第一变化加S 第一变化加LU 被动 你看嘛 这边第一变化 五段动词是不是 第一变化 先死意再被动 对不对 那我问你嘛 这个本来是 罗姆变 罗姆变 罗姆 对不对 罗姆 用第几变化加LU 是 第一变化加LU 对不对 第一变化加LU 不是这样吗 看得懂吗 我懂了 我懂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先把 NOMU 变成NOMAS 然后 S再变成 第一变化 加LU 加变成S 然后加LU 这样子 是啊 是啊 我这样不是这样变吗 有没有看到 MU变成NOMAS 口语的用法 是不是第一变化加LU 有没有看到 然后 施结尾的动词 五段 对不对 五段是不是用第一变化加LU 被动 没错嘛 你看 五段是第一变化 被动是第一变化嘛 一样嘛 是不是 一样嘛 我只是没有打出来 我是这样嘛 是不是一样 没有看到 他是不是第一变化加LU 有没有看到 S 变成第一变化加LU 我知道了 这样懂了吗 嗯嗯嗯 很复杂哦 变两变两变两变第一变化嘛 对 有没有看到 其他同学有没有听懂 好 我变我讲讲解给同学今 第一个NOMU是什么动词 五段对不对 没问题吧 这个是五段对不对 那NOMAS是什么 是什么动词 还是五段对不对 好 再来NOMAS是变成了什么 下一段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同学讲 为什么我要发明这一种变化方式 就是让你很清楚知道 它在变成过去是直接什么 去RU加它而已嘛 对不对 因为它下一段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一样 这是五段变成下一段 再变成 SERU变成LARERU 被动嘛 对不对 这是被动的用法嘛 是不是 这个也是下面这个也是 被动的变化嘛 没有问题吧 那规则不会跑掉的 同学放心 日文永远变最后一个字 我变给你干嘛 这是变MU 对不对 MU变成第一变化 加SERU 10亿对不对 有没有吗 第一变化加SERU 对不对 好 这个是RU嘛 对不对 再变成LARERU 去掉RU加LARERU 就这样而已 有没有看到 我把这个变成其他颜色 哎呦不对 我把这个变成红色 有没有 这是不是RU变成LARERU 前面都没动 永远变最后一个字嘛 这边是变RU 我画现的地方 有没有 好 那你看下面 这是五段 用第一变化加S 口语的变化规则 对不对 没问题吧 不是 第二个 No ma 是还是五段嘛 诗是不是变成第一变化加LARERU 那这是那个口语的那个食欲动词嘛 对 没错 被动嘛 对 口语的食欲被动就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 历史就是变成什么 整个句子的那个变成过去是 对 因为是昨天的事情嘛 昨天在聚餐的大会上 我被部长灌酒的 灌酒嘛 对不对 我被 部长使我喝下酒嘛 这样的感觉啊 这个就是 食欲被动的口语题啊 这个 坦白讲 一般的个本不会讲啦 这个很难啦 这个很难啦 你们不相信去问日文系的学生都不会 真的不会 我不骗你 贵的人一定都败的 死败 因为 我 以前我们老师也没有教我们这个变化规则 这个变化规则 知道人不多啊 真的不多 这个绝对是N1的 这N1的那个 那个什么 水准的东西喔 一般不会出现 N3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东西啊 我给你保证 绝对不会 先生我可以请问一下吗 那这个食欲跟被动 好像是除了五段动词以外 他上下段不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对不对 不会有这个诗的变化嘛 对对对是这样 会啊 会啊 一样啊 我举个例子嘛 食べ流 对不对 他是不是下一段 他变成了 食べ刺子啊 食べ刺子 在变成 在变嘛 不是这样吗 你干嘛 你干嘛 下一段是不是去嚕 去嚕 对不对 你干嘛 你干嘛 那要不就像这个也可以 在变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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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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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变成沙 再加上就变成这样 这个很奇怪的是 我们比较少看到 下一段的五段动词 蚝蚝就会出现这一种 所以口语在使用上面 真正复杂的地方是在这边来了 每一个字都可以变 但是基本上它的变化方式就是这样 这个规则不会被破坏掉的 还是加沙雷鲁 因为它是五段 是不是 它加沙死 所以是五段还是用沙加雷鲁 一样 这不会跑掉 它是施五段 对不对 变成沙加雷鲁 一样 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 反正这个地方雷鲁就是死亿 对不起 被动 对不对 先死亿后被动 这是口语的讲法 这个没有办法 就两个沙跑出来 按照规则变 就是变这样 这样了解了吗 不是只有五段才可以 如果只有五段可以 它不会把上下段 发变 杀变全部列出来 给我们做参考 不会 了解 了解 只是很奇怪 是杀杀变 这样 是啊 没有啊 那个跟什么一样吗 我问你吗 是呢 是叫叫 对不对 它的否定型怎么变 是哪哪哪 是哪哪哪哪 是哪哪 一样嘛 它会两个哪嘛 没办法 有没有 第三变化 变为第一变化 加哪嘛 不是这样吗 这没办法 它就是这样变 那这个都是规则 你不能讲说这个错 没有 这个也没错 两个哪这两个杀也会出现 是不是 这个就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 杀加里路啊 它的规定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去破坏 它基本的变化的规则 所以我才把变化的规则 写在这边嘛 这个就被动嘛 这样你就不会乱掉了 这个其实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这个口语实义型的变化的规则 这个规则一般的课本都不教的 因为它太不常用了 真的不常用 老师对不起啊 那请说 请教一下 这个杀雷鲁好像是杀雷鲁加拿雷鲁就变成十一倍重 变成杀雷鲁就这样子 可以是不是变成这样 两个合起来就变十一倍重 变成杀雷鲁就变成杀雷鲁 变成把杀雷鲁跟杀雷鲁 加拿雷鲁鲁加拿雷鲁 比较重 把杀雷鲁变成杀雷鲁 变成杀雷鲁 会不会变成这样子 大哥这样讲 让我想到一个方法 可以让同学记得更轻松愉快 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 就把这个就直接 达妈 对不对 直接变成什么 达了就好了 是不是这两个字是一样的 死亦被动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等于就是 达妈达了 有没有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达妈 本来正常的文章题是 达了对不对 你把它改成达了就好了 达了等于什么 等于 达变动词的被动式 不是吗 达加了不是达了吗 是不是 老师我有点搞不懂了 你现在说萨莱鲁是 死亦跟被动合在一起 对 这个是不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死亦吗 对不对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这个是死亦吗 那他加上被动 因为他是武断 是不是 因为他是武断 所以变成第一变化 加雷鲁 是不是 变成 达妈 撒雷鲁 对不对 所以达妈 撒雷鲁 是死亦被动 没问题 这个等于这个字 这一模一样 没错嘛 我还没转过来 老师 简单讲 达妈撒雷鲁 撒雷鲁 就变成达妈撒雷鲁 就把他 没错 就这样就对了 我懂 就这样就对了 我把它简单化就是这样 这个字等于这个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文章题 这是口语题 就这样 简单来说就这样 但是你们要知道 他怎么变出来的 我要是同学们学会变化 不是背 我不要你背 我要你背这个干嘛 我们以前都是背 我们老师就教我们背 第一变化加撒雷鲁 第一变化加撒雷鲁 就是口语的 就这样 但是是不是每个字都是这样 不是 五段才会加撒雷鲁 对不对 这是五段 上下段就会变成撒撒雷鲁 对不对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以前都是背 我们以前老师都教我们撒雷鲁 撒雷鲁 撒雷鲁 这样背 但是我不喜欢学生背 问题就在这边 所以你只要记住 这个等于这个这样就好 这是口语 这是文章 我把这个改掉 我把这个改掉 这样就更清楚了 对不对 这样没有问题了吧 可以看懂了 请问一下 这样只有第五变是 撒雷鲁而已 其他的咖变 跟上下 跟沙变都变成撒雷鲁 撒雷鲁 这样读起来就变成 下面三个就变成撒雷鲁 是的 没有错 就这样所以很简单就可以记起来 是啊是啊 你要这样记当然也可以啊 属于被动就加起来 就变成口语化的话 就变成在五段就撒雷鲁 那上下咖变撒变 就后面就撒雷鲁 没错 没错 就这样就加起来 撒雷鲁就撒雷鲁 就这样 这三个都一样 因为他们第一个因都保留撒 对不对 所以撒雷鲁就变成 撒雷鲁 是没有错 你要这样记也OK 都是一样 是不是 应该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 没有所以 用这个方式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背的 但是我是希望我的学生 全部能够知道他怎么变化出来 我要你们会变化 知道吗 我比较不喜欢学生十倍东西 每个老师要求不一样 我是比较希望学生学会变化 怎么跑出来 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 所谓的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因为你有没有想过 他所有的变化规则都是固定的 我只要把这个规则记住以后 我以后任何一个字我都可以套用 当然刚刚如同大哥所讲的 我干脆就直接记住五段动词 就是撒雷鲁 上下段 咔变 杀变 都是撒雷鲁 这也可以 这也没什么不可以 这样记也是一个条理 也是一个条理 哪个比较好 没有 你能够记得住就是好的方法 我的方法 我是希望同学们全部都会变化 每个老师希望的不一样 那我希望我的学生全部全部会变化 这样 这个很复杂的 这个很复杂 但是 你们五段动词变化会了 我们基本的变化会了 所有的规则全部套用而已 那真正要知道就是这个 对不对 此意就是这样 被动就是这样变 此意加被动就是先此意后被动 就这样而已 那这些规则知道了 你就以后再怎么样变化 都没有问题 可以吗 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这样子看起来 只要 动词的后面撒雷鲁就是属于被动 就是 就很简单的是 就让我们知道说 看到这个动词的话是撒雷鲁的话 绝大部分应该撒雷鲁就是属于被动 不行这样危险 口语话的话 口语话当然可以 问题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不见得是口语话 你看 你看这边 只有死意是不是 撒雷鲁 这是撒雷鲁 对对对对 你看到撒雷鲁 口语的 你这样记可以的 你以后只要看到撒雷鲁的话 撒雷鲁 撒雷鲁 听到撒雷鲁就是口语的死意被动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很好 这样记很好 用这样记 OK 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撒雷鲁 唯一的问题在哪里而已 撒雷鲁会变成 那个文章题的 那个什么被动是 撒雷鲁 没有看到 对啊 但撒雷鲁会 撒雷鲁 撒雷鲁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口语的话 变成撒雷鲁才是 就是撒雷鲁 撒雷鲁的话 就会撒雷鲁 是啊是啊 刚刚老师讲的 没有 不一样还是不一样 只是知道他是 属于被动而已 你只要记住这一个 例外是这边 撒雷鲁 有没有看到 对对对对 这样就很清楚了 这样了解了 好 其他同学还没有问题 这个也可以把它弄懂 好 简单的总结就是这样 以后 同学再看到日文的句子 把这几个记起来 看到 撒雷鲁结尾 单纯撒雷鲁结尾 死意 单纯撒雷鲁结尾 被动 撒雷鲁结尾 一定都是口语的 死意被动 就这样 好 我把它整理在这边 让同学看 终于是 然后我们 没办法 他就知道 他的帅 他的帅 他就不想 他 他就不想 他就不想 好,同學看這一個 以後你就這樣記 你看到日文的句子後面是 セル 或者 させる的話 這代表什麼? 死意 死意 對不對 好,如果是 セル サレル 這個就是被動 可以喔 簡單來說 好 サレル 這個就是 不要 應該是這一個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順便記 這個 這個 標準型的 整個 セラレル 整個 所有的 整個 整個 passed 所有的 Lail的就是口语题的 口语的使用被动 我把它移到下一页好了 这样会比较完整 这样各位可以了解了吗 Lail就是被动 Lail就是文章题的使用被动 然后Lail就是口语题的使用被动 唯一的例外 就是什么 Lail 单纯的Lail 这是沙变的被动 就这一个而已 只有这一个例外 其他没有了 就是沙变的被动 其他都没有问题 可以吗 这样整理给各位 以后这些东西你就好记了 了解了 这是文章题 差异我把它画出来 口语题 可以吗 这个 Cell Cell 代表着是使用 Lail 单纯的Lail 单纯的Lail Lail 就是被动 制 Lail 执意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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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口语题 一个文章题 没有了 这样简单 这样简单 好 还没有问题 那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要懂 你不懂你就问到懂没有关系 不要不好意思 慢慢听懂 执意被动 因为 在日文文章里面经常会出现 所以同学一定要知道 你只要了解这个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可以很清楚的 派上用场 很好用的 变化 刚刚 大哥提醒我那个 真的是不错 方法不错 谢谢老师 没有真的这一种东西 有时候都是 同学 一个 听的 可以吗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还没有问题 这个坦白跟同学讲 这个 同学这个 方法真的很好 刚刚同学 帮我这样 提醒了以后 我都 多记了这个 这个以前我从来没有教学生的 这个如果不是 同学问我 我真的不会去那个 不会去整理 因为这个部分 基本上 不会去用 我们很少用 大部分都是因为 我们读 口语 所以 读口语的机会 比较少 所以 这种东西 感觉不到 它的重要性 这个部分 了解一下就好 有没有问题 还没有问题 同学有问题 就问没有关系 每个同学都一样 我希望各位都不要管别人 你把自己弄懂比较重要 你弄懂了 就全部都懂了 你要知道今天讲的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刚刚同学提问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绝大多数的老师绝对不会讲 包括我在内 因为不重要 了解吗 了解 谢谢老师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请说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这个 对 哪里 这个 这个不懂 是不是 对 为什么他例外 你看 来 我应该把这个 应该怎么弄比较好 你看 正常的被 老师 你把它完整打出来 他就会懂了 就是上下段的那个 那个瘦身 去哪里 多久 对 没有 我 我变一次 你就懂了 这个是 诶 识意 对不对 识意的变化 五段 是不是 第一变化 加上 上下段 我現在真的發現要交真的很難 好 刺激 刺激 好 再來 因為我剛有省略 好 加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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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沒有問題吧 這邊沒有問題 好 再來被動 對不對 被動的變化 被動的變化 也有適合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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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加雷流 这是沙加雷流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沙雷流 是不是跟这个沙雷流一样 对不对 跟这个沙雷流一样 有没有 所以这一个例外 这个就是 沙变的被动 例外 都一样 这样你就可以懂了 是不是 其他的口语 全部 这是沙变的文章 被动 对不对 沙变的文章 是不是沙加雷流 有没有 他只有被动 没有死亿 但是这边的口语 全部变成 死亿被动 这个就是我讲的例外 了解了 知道了 很好 没有 我就希望同学跟刚刚这位同学一样 任何一个小问题 你就把它问到走 以后你就不会再犯错了 绝对不会 我跟你保证 如果是沙变的话 他这样变的话会变三个沙 沙沙沙雷流 没有啦 两个而已 总会三个 因为你先使忆的话 是不是沙加丝 然后变成丝的 丝变成丢的 他是不是跟这个沙氏一样 对啊 但是你看 你看沙变沙加丝嘛 那你丝变成沙 就是沙沙了对不对 那你后面 你后面变成 再变成那个被动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沙勒乳 对啊 对啊 那是不是变成沙沙勒乳 沙沙沙勒乳 没有啦 不会啦 不会啦 沙沙勒乳而已啦 怎么会多一个沙勒 老师 第一个 第一个不是沙加丝吗 这个是不能用的 来你看 对 基本上 你注意看 这边是不是沙 这边是不是沙 那这个 这个沙 是不是变成沙加丝乳 沙是变成沙加丝乳嘛 有没有看到 我把这个抓进来而已 对啊 我把它第一变化 对 你都一个 我把它变成那个 第二变化 是的 了解了 可是在玩法上 有沙沙 很少用啦 大部分这个 都只出现 沙沙沙沙 而已 真的 沙沙沙沙 很少看到 知道了 知道吗 老师是不能用的 是的 体物是看不到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但是他基本上变化 一定是这样变的 我要让你们 知道为什么 不会这样用 他变是这样变 所以我们看不到 沙沙沙沙的 很少看到 几乎看不到 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干过少少类伦 很少很少很少 会不会有不知道 因为我读的还不够 我要很坦白的跟各位讲 会不会有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 有这样的变化规则 这是口语题的一种转换规则 你看我编的 其实现在文章题上面 也都是这样子写 但是没有分口语跟文章题 没错没错 现在是年轻人开始乱用 我们这个世代学的所有日文 全部都是会分开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分不开 因为网络的问题 网络普及以后 把口语跟文章题混淆了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时代趋势 以往我们学全部都是 撒雷鲁 撒撒雷鲁 这样去记得 那这一种口语的转换规则 就是这一个规则 五段就是用第一变化加斯 上下段加撒斯 co加撒斯 撒加斯 这个是标准的变化规则 但是这样的使用频率多不多 很少 我要很 包括这个撒雷鲁 这个都不多的 真的多不多 我们看小说 重规重矩的小说 他一定是用这一个 他比较不会用 不会 但是对话的时候会不会出现 会 如果在小说里面 他是对话式的 一定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读明治时期 大政时期的小说 全部都是塞拉里鲁 他不会用 诺马萨里鲁 不会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该不该学 该 没办法 这个就是 我们越后面 学的人越辛苦 因为不断会产生 新的规则跑出来 这些东西都很讨厌的 真的很讨厌 花掉我们很多时间 该不该懂 该懂 懂了一次以后 以后你看到 你就具备判断的能力 我要同学记住的是规则 规则记住 单字通通不要记 因为单字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比较希望各位记住的是什么 实意的变化规则 被动的变化规则 口语题的变化规则 了解这个 基本的转换就好 不要想太复杂 不要 规则记住 其他他怎么变 用出来 我们能够判断就好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 我还是老话一句 希望同学用这个 我宁可你们只记这个就好 这个只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 看到你不会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这样就够了 两个都可以用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比较复杂的 我并不建议同学用这个 我并不建议 我宁可你们用规矩的 我举个例子 我问各位 日文的推量型怎么用 形容词 形容词推量 那个地方应该很美吧 举这个例子 数字等于 不知 姑息 有的用法 对不对 好 我问同学 有没有看到 老师 我可以打一个 请说 刚刚那个的话 它有一个规则就是说 后面它是诗的话 就不能变化 例如那个 如果四个字的话 就变 你不认识 他就变化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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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沙拉的话就变成沙 其实它就是一个沙拉变成沙 是 就这样子 那它就是一个规则 所以这个地方的用法 就跟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并不建议同学用这个变化 因为它的复杂性太高 我为什么要举形容词这个例子 给各位听你就懂 我们在形容词变化 我们学过 原型加达肉 对不对 原型加达肉 可以等于 加加肉 变成 我问同学 你觉得 比较好记还是 达肉 比较好记 你为什么要去记卡肉 所以我都会鼓励学生 你就直接记 这个系打肉 两个都对 你为什么要用卡肉 我们用起来不习惯 会卡卡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用 你用沙里鲁的时候 限制很多 两个沙 可不可以用的问题 两个湿 可不可以用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弄的那么复杂 干脆就直接用这个 那你只要知道 沙里鲁一出现 再自为 就是口语体的死意被动 就好了 是不是就全部解决 我希望各位学会的这是方法 我在运用的过程里面 我同样要表达 词意被动 我用文章题来陈述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我把它口语一样可以用 为什么我一定要用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跟同学讲的 在所有的记忆当中 我怎么样去取舍 我只要能够判断 它代表什么意思就好了 因为同学看到这样的句子 他不了解 为什么会出现 所以我才需要解释给同学了解 而这个了解以后 真正的用法应该是 坦白讲 词意被动对中国的学生 当然包括台湾的学生在内 学中文的人都不是容易懂的 除非你的英文够好 英文够好的人很容易体会 因为英文也有被动 指引这种概念 中文没有 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 他 为什么这样 坦白讲 翻译的时候都很难翻 是不是 我问各位 什么意思 这句怎么办 被强迫 被强迫 喝酒 对不对 被被动是有了 死意在哪里 使我喝 就是我跟他强迫喝了 所以中文不会翻出 死意 死人家这个字 所以就很难翻译 是不是 我问你 再一个例子 妈妈要孩子吃下红萝卜 怎么办 一样的问题 妈妈使我吃红萝卜 妈妈使小孩子吃红萝卜 没有被动 这带有强迫的感觉 没有 死意本来就是强迫的 上对一下的时候 当然就带有强制的味道在 那是死意 被动 我就是小孩子就乖乖的 把他吃下 对啊 中文没有啊 小孩子被妈妈 要他吃下红萝卜嘛 是不是 正确的翻译是这样 孩子被妈妈要求 让他吃下红萝卜 是不是 中文不会这样用啊 中文哪有会讲说 小孩子被被动 被妈妈让他吃下红萝卜 我们只会讲 孩子被迫 吃红萝卜就结束了 不是吗 在语意的表达上很难的 老师你们是不是 他们没有那种 就是比如说 我要叫你做什么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说 要使小孩子做什么 就有那个使忆跟被动 就是 那个对象人 就是要被怎么样 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剧情 叫使忆被动 我不知道英文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基本上中文不会这样用 中文为什么不会这样用 因为我们只要把主语改一下就结束 但是日本人在讲被动的时候 各位要记得 因为我还没有全部跟同学从头讲一遍 日文的被动 被动是 他是有限制的 他那个被要求做动作的一对象 一定要是人 一定要是人 一定基本上是人才可以的 如果是物的时候 他的剧情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有牵着道 有没有感情的 日文叫做有情物 无情物 在使用上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被动是同样是被动 在被动的感觉里面 接受动作的人 通常都是负面情绪的 你知道吗 像这个也是啊 带有一点负面情绪的 也就是我被要求 被做什么 被人家踩到 我的钱被偷了 通常都是负面情绪的 在使用上位比较多 我的相机被弟弟弄坏了 都负面情绪的 那正面情绪的话 就不会用被动了 如果是正面情绪要用什么 同学告诉我 如果是正面情绪 瘦瘦动词 就变成正面情绪了 词意被动 多半都是带有负面情绪的 状态在使用上比较多 所以差异就在这边 词意被动为什么很麻烦 因为中文没有 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麻烦点 第一个 我们不太会用 第二个 很难翻成中文 因为你感受不到这样的句子 有死意又有被动 你感受不到 真的感受不到 你看 妈妈要孩子吃下他不喜欢的红萝卜 我这样翻译也可以啊 是不是 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强迫的意涵在嘛 但是使他吃下红萝卜 让他吃下红萝卜 背后引带的是什么 孩子不喜欢吃嘛 所以才要用死意型来带这样的句型嘛 他的问题最主要是在这边 这个地方很复杂 就是这部分 可以了解吗 了解 我们接下来 我会慢慢把被动 使用慢慢一个一个 跟同学们做说明 这个地方不要急 因为这个东西 一句一句 你去把它弄懂 以后你才不会混乱 对我们来讲 很难懂的东西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这里面 我跟同学讲 我只希望同学这样记就好 你们参考看看 第一个 你要记住的是这个变化 刚刚 这个 这个全部的总规则先记住 我根据把他框起来比较好 同学比较方便记忆 重点比较容易抓到 到这边 他变化的规则 他变化的规则 这个 基本上一定要完全懂 词语怎么变 被动怎么变 这个规则 词语就是第一变化加 被动就是第一变化加 上下段 拒绿加 三变 跟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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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就好 这几个规则记住 比较重要是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判断的规则 以后将来在同学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会碰到很多类似这样 纠结的时候 希望同学以这个例子为参考 你就知道我要记哪一个比较好 因为你们现在开始要慢慢学习使用 哪一个对我来讲比较好用 就跟这个形容词一样 我只要原型加打落 我连背都不用背 表示推量 就变成把的意思 我记 这是考试才会去用的 一般来讲 这个你用不习惯就不要用 就不需要记两个 我们的学习目的 在使用的话 你就不需要 死板板的去记 记住一个就够了 了解吗 可以吗 还有没有问题 可以哦 那个今天的东西 我真的希望同学 要早一点时间消化一下 因为坦白跟各位讲 10亿被动在课本第37课 10亿到第48课才交 一般的读本 大家的日本语里面 所以这两个变化模式 区隔 差了10课 所以我们在学被动 在学死意的时候 他只有一课就带过了 所以我们对他非常陌生 还有一个句型 我希望同学顺便把它记起来 先记住这个概念 下礼拜我们详细讲 每一个每一个用法的时候 我在之前 受受动词的时候 跟同学们讲过 受受动词的标准句型 加上受受动词 说得不可以 你要跟他说 是怎么要吃的 我妈妈不想做什么 了解哦 这个部分 同学看一下 另外这一个同样的句型 还有两个 我在受受动词的时候 就跟同学们讲过 词语动词 也是同样的句型 还有什么被动动词 全部都一样 那刚刚我跟同学讲过 Waniwo 这一种句型的使用 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 后面这几个东西 刚刚我讲过 正向的情绪 正向的情绪 正向情绪 用受受动词 附向的情绪 就是用词语跟被动 这是基本的概念 这个也请同学们先记住 受受动词 正向 其他两个是 负面的 这两个是负面的 记住 多半用在这个地方 一个正向 两个负向的 应该讲负面 比较好记 正面情绪 这两个 对这一个标准句型 都是一样 动作者 对象 间接对象 对直接对象 全部就这样 可以吗 这三个 框框里面的东西 请同学 一定要先了解 词语被动的 变化规则 词语被动的 总和判断分类 自为 怎么样分类 以及 网尼欧 巨型的 标准巨型的使用 因为我们接下来 要讲词语被动 受受 我们已经讲过了 正面的东西 我们上次讲过 受受动词 它最主要的 就是在哪里 得到好处 我给你 你给我的感觉 这个就是 受受动词 占别人便宜的味道 这个部分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也就是说 当我在表达 负面情绪的时候 绝对不能用受受动词 当我在表达 负面情绪的时候 就必须用词语握被动 这样可以了解 词语被动 我们接下来才要讲 我要告诉各位 词语被动 不可能两小时就全部讲完 因为它的复杂性很高 我从上个礼拜 跟同学讲过以后 我就拼命在收集 词语被动相关的资料 怎么样把它汇总起来 可以让同学们可以听得更清楚 更懂 这个都必须要整理的 这个部分 我也想一次把它解决掉 老师 请说 对不起 你下次不是要教我们死予被动吗 对 那可不可以挤一些 车速动词来对照一下 会让我们死予被动 会比较清楚一点 会会会会 当然会 当然会 因为 什么时候用这个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请弟弟来帮忙工作 来帮我扫地 这个时候就 要用正面的 因为我得到帮助 这样子 我的铅笔被弟弟用坏掉了 就必须要用 被动式 这样的概念 负面的情绪 这个就是所谓的正向 负向的 我被妈妈骂了 对不对 这个都是负面的 妈妈使孩子吃下红萝卜 负面情绪 那绝对不是正面的 那个全部都要用实意跟被动 就这么简单 了解 当然 下一次再上这个 我一定会讲清楚 那因为今天刚好同学先提问到 口语的实意被动 我就先讲 因为反正要复习 那个实意被动所有的变化 因为我们对实意被动的变化 因为我们对实意被动的变化模式并不熟 真的不熟 所以下礼拜我也会写很多动词 让同学去变成实意 变成被动 怎么样变 你要先把它弄习惯 你不习惯你就不会用 我们对于 我们对于MAS型变化很自然 否定型绝对比实意被动更熟 实意被动我绝对敢讲没有一个学生熟 包括我在内 因为运用的机会太少 所以我们对实意被动变成 更不容易了解 这个变化模式 我都希望同学一定要能够自然反射 然后再来运用造句练习 才能够找到相对之间的关联性 这个部分希望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吗 像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被蚊子咬到了 当然是负面情绪 所以用什么 被动是一样的概念 知道吗 这些东西都是要很注意的 所以当然你说被动实意 有没有正面的 有有有 当然也有 只是他比率并不高 比如说 我正面的情绪 我去跟老板讲说 请让这份工作给我做 让我做 给我做 但是他后面一定加了一个什么 是受受动词 对不对 所以实意动词并不见得全面都是负面的 他一旦跟受受动词组合在一起的 时候又带有正向的感觉 是不是 我去争取这份工作 我想要来负责 那当然是好的 了解了 这个期待下一次 我们再逐步逐步来把它解开 千万千万不要急 这个部分 我宁可所有同学都懂 我也不要你 上完课以后还不懂 那样就有一点可惜 可以哦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 还没有问题 目前还有问题可以问哦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哦 其他同学都没有问题哦 没有问题我最怕 好 没有关系 那个下课以后 再请同学慢慢去回溯这些东西 这个变化规则 只要有印象就好 不要背 不要背 听到没有 因为他使用的频率并不高 哦 我宁可你去记这个比较重要 标准的 好 我们把同学上个礼拜写的照句 真是不错 总共有12名同学写了 哦 不要管好坏 我只是要让各位看一看 有什么不一样 注意看就好 同样的一句话 每个人翻译出来都不一样 好 你看这一个 第一句 我先把注词关起来 好 コロナは厳しいので 安全保護に気を付けてください 好 这边同学注意看 コロナ表示 コロナウイルス PBCので 因为他非常的严峻 状况很严峻 所以怎么样 请对于安全防护 请注意安全防护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这边你在讲别人的时候 要更客气的话 应该用什么会更好 用这一个会更好 我是希望同学 学会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気を付けてください 这是惯用句 気を付ける 気を付けてください 请注意 这一句话 虽然等于这样 这个是 尊敬于的用法 更可气 希望各位记住 不要用黑型 好 我问同学 你所知道的范围 気を付けてください 跟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只多了一个 然后用 第二变化 加ください 而不是用 贴型 这两句话 在口吻 给人家感受 上面 有什么不一样 気を付けてください 带有一点点命令的感觉 跟口吻 因为 ください 等于 那 雖然 它也是 敬语的一种 但是 通常 意思 就会 带一点什么 请你给我 请你给我注意 那种感觉 这个 请你给我注意 的意思 这个就是 请留意 的意思 所以感觉上 口气 这个 有一点点 强硬的 语气 在里面 像这样的句型 在这种场合里面 最好用 有没有问题 这边有问题 你就问 我希望同学学会这个 这个的用法就是 哦 五这个字 加上 第二变化 然后 加 kudasai的句型 绝对比 第二 贴行 加 kudasai 来得好 这个就是 这个 什么 kudasai 丢力 松开 好 直接打成 kudasai 比较容易 好 这个要注意 kudasai 的句型 跟这个 相比 不一样 这个 希望同学 学起来 第一句 唯一的地方 这个地方 改成这样 会更好 这是 优理 比较 这边 当然 大 就可以了 这边 当然 大 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各位看 第二句 对 这个 同学 其实 不错 这个 也是一样 后面 这个地方 这个 也是一样 我还是建议 用成这样 会更好 这样的感觉 我刚刚跟同学们讲过 比较少命令的口文 口文上不一样而已 好 各位看 这个字 不好念 灵 很难记得当字 悪くなって 这个 安全対策 不错的用法 你看 安全保護 安全対策 を 気を付けください お気を付けください 这个 コロナ 災害 所以是这个 コロナ的 祸害 讲不讲 同学 从这边 就知道 好 厉害 严厉 我问同学 厉害 跟 ますます 悪く 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的感觉 这两个描述的感觉 你看起来 你会感受到 什么样的差异 我希望 听听同学的感觉 ますます 本来是这个字 增加 再加一个 ます 两个ます 我讲过 别字 代表什么 负数 增加 再增加 那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 从这个字 转过来的 它是 您生语 您太语 您太语 属于副词 别字的副词 修饰后面的形容词 形容词修饰后面的动词 转为空 加动词 终止形 很好 这边用 来连结 前后 两个句子 一样的概念 终止 前面 这个前提 接着 后面 这个句 行 对不对 来 我问同学 这个 跟这个 有什么 不一样的感觉 我希望同学去体会 同样一个句子 当你在读的时候 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差异 这个就是训练自己 往高级日文的方向走 看到背后的句子 所要 陈述的内容 哪个同学可以告诉我 你觉得 上面那一句 上面那一句是 说明的当下 已经很严重了 然后下面是有一种 就是形容 渐渐 日趋严重 这样的一个感觉 没错 很好 我就是希望同学去感受 KPC 表示 现在的状态 已经很严重 对不对 这个是 越来越恶化的感觉 有 逐步逐步增加 越来越严重的感觉 这样了解 很好 好 再来这边 各位看 这边多了一个 明那山 这边没有 可不可以 当然都对 所以也就是告诉各位说 明那山 哇 这个地方 我要省略掉 会不会有问题 完全不会 加上去 会不会觉得是多余的 不会 但是这个单字 希望同学要注意 接这一个字 如果只有 一个字这样的话 这两个读音不一样 要特别注意 这一个字 念成 只有一个音的话 念成 明那 如果是 有加上的话 它是念 明那山 没有 的音 这个要特别注意 明那 明那山 这两个 有什么不同 我刚才转到下面 这一行 这两个 明那 就是 记住 明那是 韩说话者 明那山 是 不韩 要注意 不韩说话者 用 明那山 而且只有 两个音 韩说话者 要念成 三个音节 念成 明那 这个希望 让同学注意 所以 这个 这个字 要念成 明那 不能念成 明那山 不能念 明那山 不行 明那山 明那山 明那 这个要特别注意 可以哦 这边 同学看到 这两句的差异 一个 描写 当下的 疫情 已经 陷入 一种 严厉的 状态 之下 这个是讲 慢慢 变坏 感觉 不一样 这个 或 要不要 加 不重要 明那山 要不要 加 不重要 这个 只是在 告诉各位 省略 比较好 还是 不省略 比较好 我要告诉 各位的意思是 自己判断 练习 你要表达 完整 还是要 句子 漂亮 自己 要去取舍 谁都没有办法帮你做选择 可以吗 好 我们再看第三句 这个一样 好 好 各位看这句 コロナ災害悪くなるばかりで 皆さんは安全対策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不错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要变成明拉才对 这个要少掉 嗯的音 一样 安全対策 这个也是安全対策 所以你看他这边用ばかり 对不对 悪くなるばかり 这边是masmas悪くなって 这边用中指形 这边也是中指形 好我问同学这边ばかり是什么意思 什么翻译比较好 同学告诉我 你觉得这边用什么会比较好 过于 过于 那翻成中文怎么翻 前面这句 这越来越恶化 或者是用一波 一波当然可以 这边用一波也可以的 很好 非常快 很好 同学 那个用的方法 我觉得 同学在使用字上面 真的都很不错 如果你们已经不是普通的程度 这个ばかり什么词 住词 住词 老师如果用一波的话 前面要用 那个 只需OK 用什么 那个 那个叫什么 磁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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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用磁疏 用磁疏 性吗 原型加 名词 好 我问同学 原型加 巴卡里 住词 可不可以 可以吗 那我再问各位 加的 加的 中子型 可不可以 住词 加的 可不可以的问题 可以 可以 没错 住词 可以摆在 那个什么 磁疏 八日から 十日 待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是 去掉 变成 大家 安全 対策 注意 必须要注意安全对策 是没有问题的 句子完全没有问题 写得很好 巴卡里 带有一点点怎么样 如果我翻译的话 我会怎么样 一味的 我们的 国内的 灾害 一味的 往坏的方向 变过去 哪路 表是 现在的状态 变坏的 这样子 一步也是一样 刚刚同学 那个翻译 也是可以的 所以怎么样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对策 必须要去注意 对不对 好 我问同学 如果这样的句子 我要同学用这一种句型 预加第二变化加 可大赛怎么变 注意 怎么变 对 很好 其实这边我只是要让同学注意到什么 为什么这边不能 siru变成第二变化是 c 对不对 siru的第二变化不是c吗 是吗 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变成什么 名词化的概念 他用名词化的概念 加上ください 第二变化的概念 是不是 也就是 我们讲的 名词化 这个地方 我希望同学去注意 了解 第二变化 中子型的概念 也可以做为什么 第二变化 名词化的概念 所以 注意する 就变成 注意 ください 那为什么用 5 5 加 音读 5 加 迅读 因为这边 为什么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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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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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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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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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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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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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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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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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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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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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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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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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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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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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希望同学注意前后呼应 这边用Sama 当然就用那个 好我再问同学 这边如果是你的话 同学觉得哪里可以省略 我觉得这边有罪字 我觉得找看看哪里 这还好 这个字也要注意 这个要特别小心 这个字很讨厌 两个字的独一不一样 注意看 这两个独一不一样 意思就不一样 充分等于什么 充分的 充分十分钟 这是要小心 这个是要小心 这个是复词没有关系 充分的注意 充分的注意 因为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重复了 这个就是我讲的该省略的地方 要么你就把这个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状況は厳しいので 大家感染防止 大家感染防止を充分にご注意ください 也可以 这样知道吗 或者是把这个就干脆省略掉 感染状況は厳しいので 皆様は 十分にご注意ください 这样就很漂亮的句子 知道 这个是可以省略 就这样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了解 我保留 同学这个所写的地方 我用红字把它框起来 表示这个地方可以省略 可以吗 这个可以省略 我这边加上去 省略 可以吗 我希望同学去做对比 了解 什么是可以省略 什么是应该对比的 我希望让同学 有一个标准的看法 好 再来 那个 什么叫做可以省略 什么叫做可省不可省 什么叫做不省 也没有关系 这个用过去 ください 很不错 新型コロナ 这个用中指形的第二变化的中指形的用法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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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安全保护 安全保护 各位看 这个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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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您 您 沒有問題 用第二變化 新型疫情的疫情状況 大家要注意安全保護 請問同學 老師不好意思 可以請問一下嗎 請說 前面的那個 它是用O對不對 跟後面的這個用Ni的話 直接對於像跟間接對象而已 那據以思路的話 它是一個自動詞的話 它前面的對象不是要用Ni嗎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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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O跟Ni都可以 我請你充分注意感染防止 這個就是對於這個誰要注意 我問你 這邊講 任何一個人 每個人都要注意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問你 這個地方 直接對象跟間接對象的概念而已 這是注意感染 這是注意防護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注意感染的防護 不是這樣嗎 所以這個地方跟後面的動詞 是自動詞或它動詞沒有關係 沒有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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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會 我現在比較在意的是 這個同學注意 來看看這邊為什麼 多一個Ni跟少一個Ni有什麼不一樣 MinaSan Nima 翻譯翻看看你就知道有沒有問題的 你看前面都是MinaSama wa MinaSan wa MinaSan wa 這個足以省略 哇省略了對不對 其實坦白講這個地方寫的最好是第一句 我所謂的第一句最好 它沒有兩個足以的問題 對不對 它是一句話貫穿到底 簡單二要 這個都有兩個哇 代表兩個句子 是不是 來這一句為什麼多一個Ni 有什麼差別同學翻譯看看 哪個東西翻看看 Ni在這邊代表的是什麼 直接對象 它變成對象了對不對 就是那個大家 那哇變成什麼 就是加強 強調對不對 這表示怎麼講 應該怎麼翻譯會比較好 它想要更強調大家要注意防護吧 是注意大家還是大家注意 嗯 大家注意 是大家注意嗎 那後面也有一個Ni啊 這樣呢 這樣是大家注意還是 怎樣 大家注意 好 那現在 恢復 多一個Ni Ni變成對象 變成什麼 注意大家 這件事 了解嗎 哦 所以它是要提醒大家 不應該 注意就對了 是 不是 你不能用Ni 你用Ni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變成對象 這樣了解 了解 它變成不是主語嗎 大家去注意 大家是主語嗎 你多了一個Ni Ni就變成大家變成對象了 這樣了解嗎 同學有沒有看到 這樣Ni 是不是他變成對象 嗯 皆さん Ni 100元 揚げる 是不是對象 我給大家 100塊 皆さん Ni wa 全部 100元 貰える 我再強調 你們每個人都可以被分到100塊 你可以拿到100塊 我強調Ni是對象 了解了嗎 我要這邊特別請同學注意 助詞的用法就在這邊 了解哦 所以我這邊我告訴各位就是 修略要省略掉Ni 就這樣 了解哦 嗯 因為他變成了對象 什麼時候用Ni wa 當他變成對象 我在強調就像我剛剛講 Mina Sang Ni wa 也就是說在座各位 每個人都可以分到100塊錢 拿到100塊錢 Ni 我給你們 你是對象 對不對 這個沒有了 你看 Mina Sang wa 你們變成了主意 包括 不包括我在內 不包括 對不對 了解哦 所以不能用Ni 要特別注意 可以嗎 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這個要省略 這個可以省略 當然不省略也是對的 只是我覺得有一點點 W重複的感覺 感染感染不要出現兩次 沒有意義的字 這個就是重複 不是不對 不是不對哦 所以我才講可以省略 也可以不省 這個是一定要省略 就這樣 了解嗎 好 再看下一句 好 這個 太好了 又不一樣 真好 好 好 Mina Sang de 自身 no 安全 no ため ni 用ため ni 不錯 氣 好 好 這邊就沒有 沒有說什麼 這邊用名啊 表示什麼 包括我在內 大家都要注意 自身的安全 這邊就沒有所謂尊敬的問題 可不可以 我問同學可不可以 所以這樣 可以 這邊是很好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包括我在內 所以你可以 而且不能用最近魚才對 這樣了解了嗎 同樣 同樣用 つけてください 用てください 的句型 這邊 因為 這個 Mina 是包括我在內 Mina で 我們大家一起 為了自身的安全 都要注意 帶有一點點 請大家都注意 喔 我也會注意的 好 這邊哪裡還有問題 來 一個小問題 文法上的問題 趕快 要把搭去掉 哪裡的搭要去掉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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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地方 你用那样 这样被习惯以后 你就会用错 这样了解了吗 很不错 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很厉害 有没有问题 另外 另外六句下次再讲吧 不错 这一次我看到同学的真正实力 那个用字 不管你是查出来或怎么样 我都不管 我觉得同学这样做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前面六句 这个中间这一句都 各有不同 这PBC 这一句就对了 你看 同样一句话 我们都把那种所谓的严厉的感觉 有人知道要用Hitoi 有人要用Kibichiko 有人要知道用Wari 有人用知道这一些不同的表达模式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 你们现在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差异性就在这边 了解了 可以吗 好 今天一样下课以后 我也会最慢最慢 明天以前我会再写一个中文的句子 再请同学练习造句 这一次的造句为明天 下礼拜的10亿被动作准备 我会找一句10亿被动的句型 让各位去做练习 先体会10亿被动 那我希望这样不断的练习 上次用Kibachai 受受动词 现在接着来10亿被动 让他整个串联在一起 把学习跟练习表达直接结合 我觉得这样会进步的更快 可以吗 好 同学们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 请说两个问题 请说 刚刚讲 五秋雨跟O-Ki-Ni-Sukete 这个O-Ki不是也是音符吗 怎么会变成O呢 刚刚老师有解释说 那个Sukete是信符 但是他最主要是动作 要用动作来 第二变化 有没有看到 第二变化 对 动作第二变化是信符 没有错了 但是他是要用民族Ki 或是Jui这两个来定论吗 还是要用动作来定论 最后一个字来做定论 因为日文会有变化的 一定是最后一个字吗 所以那O跟O是要 要以有变化字来 来决定吗 没错 没错 所以你看他是O用第二变化 有没有 对 那刚刚这个是不是动作 Chu-Yi是不是也是动作 本来他是Chu-Yi-Sukete 是不是 他把他当着名词 对 对 对 这个动作来看 谢谢 没错 这样我了解 还有一个请教老师 那个Ku-Tasai 刚刚有贴型的 接贴型的 有接名词的 那Ku-Tasai可以 可以接哪几种词 我现在还 没有 我问你Ku-Tasai什么词 Ku-Tasai是动词 好 动词加 两个动词连结在一起 要怎么变 要贴型或是Must型 这个都是 就只有这两种 这两种 那 直接Ku-Tasai 还有一个 直接 直接Ku-Tasai 是不是第二变化 那贴型 是不是动词加动词 也是贴型 这样也可以 这样了解 只有两种 就这样 一定只有两种 不会有第三种 很好的问题 好 谢谢 可以哦 好 其他东西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 有问题我马上帮你解决 可以 你那个不用管时间 没有关系 差一点没有差了 我只是 占用各位的时间 不好意思 我怕有些同学 那个 会有事或什么 还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个 下礼拜的练习 我最慢 明天 会贴在群组里面 再请同学们 练习看看 这一次 我会考虑 使忆被动 一句 一样一句就好 不要写太多 像同学这样 很不错 今天 是有史以来 写的同学最多的 总共12个 很好 我就是希望 最好 每个同学都写 我们二三十个人 我都希望 每个同学都写 因为你才可以 看到不一样的句子 为什么别人会这样用 我希望同学去比较 你才会学得更快 你们不相信 你试看看 你只要这样 反复练习 每个同学都愿意写的话 我下次